诉讼 另外看到的是台北市正在进行路平专案 但是在新生北路还有长春路口 却被出现了有三个深一公尺的大洞 里面还有木板 碎薄油 所以议员质疑说是不是路平专案有施工的瑕疵 不过市政府强调路平坐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地下有个洞 所以他们才会主动停工 这几天台北市只是下了一点小雨 在新生北路跟长春路口却惊传路面塌陷 短短十公尺不到的路面有三个窟窿 往下一看深达一公尺 有一个里头滴滴答答滴着水 有垃圾有石块 另一个居然还有破烂的木板 往旁边一看 这里明明正在进行路平专案 薄油铺的又黑又亮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破洞 当初的嘴沟的沟宽 跟它上面的那个勾盖板 两个的尺寸之间有一个空隙 市政府表示这个路段的路平专案 从今年三月二十六号开始 预计八月底完工 但就在工程接近水沟边 要先刨开水泥的时候 惊觉地下有空洞 所以才暂停路平工程 先请水利处来处理 但是议员也质疑 洞里除了石块还有碎裂的薄油 难道不是路平施工完 却没发现地下空洞 才塌陷下去吗 你要统合以后 你不能边做边发现问题 好 你发现这个问题 你做不了了 那你这段先不要做嘛 市府长青绝无此事 只是对于为什么地下有木板 却推说年代久远很难判定 无论如何 原来距离车子行经的马路 薄薄的路面下 竟然是这么脆弱的木板 实在把台北市民吓出一身冷汗 TVP的新闻消灭强烂房间 SNG小组台北参访报道 回来看到也是国内国外 关注的焦点 丰田汽车因为